育狼集团将从今年第三季起展开填海工程以扩建物篮关卡 到时集团将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尽量降低工程可能带来的不便 施工期间物篮关卡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影响 贸工部政务部长刘彦霖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 作为物篮关卡填海及相关工程的负责单位 育狼集团已注意到这类型填海工程可能给附近居民 带来噪音灰尘和交通方面的不便 集团将采取必要措施 包括沿着物篮海滨公园的海岸线架设三米高的隔音墙 并在需要时限制会发出噪音的工程时间 以减少对居民所带来的不便 刘彦霖也说 扩建工程是对缓解物篮关卡拥堵情况的可持续及长久解决方案 刘彦霖也指出 育狼集团也会监测和管理施工期间的空气素质 并采取喷水等抑制尘埃的措施 另外 育狼集团也会监督和适度调整建筑工程 以减少繁忙时段的拥堵情况 cuanto向前温设定全家长 글今錄 Conference hsdbf 竞裥 IM ג